你的女儿就站在前面 你会跟她讲什么话 我会跟她说 对不起 因为爸爸 这一年有一点自私 为了自己的梦想 然后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回去看你 其实爸爸很想念你 然后 也希望可以陪在你身边 做这件事情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跟自己说 这次真的要好好的 把这个事情做好 这个事情做好之后 我就能够有更多时间 去陪我的女儿成长 其实阿牛刚才反复提到的 这个事情是 她筹备了六七年的一部电影 作为一个成功的歌手 我可以去到处去演出挣钱 为什么还要自己贴钱 好像房子都抵押出去了 来拍这个电影 为什么 我还没当歌手之前 我的梦想是拍电影 然后我一直很想把我 把我家乡的那个情感的东西 拍成一个电影 那我紧张的事情是我会不断的变老 我已经三十几岁了 我这两年再不拍的话 我以后我这辈子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 拍电影 拍这个电影了 其实为了拍我这个电影 面对的压力是很大的 因为资金不足的关系 公司里边发生了很多的矛盾跟争吵 跟我在一起很多年的一个合作伙伴 他在这次的这个电影过程当中 他要离开我了 所以其实 我也不知道 可能今天是蒙着眼睛吧 我才会把这些东西说出来 我其实不是一个很习惯在舞台上跟大家说这些事情的人 我可以今天在这里唱一些比较伤感的歌吗 好 这首歌本来叫北京的月亮 然后我没有想到今天会回到自己的老乡福建来 我就把它改成福清的月亮 我很久没有看到我女儿了 然后在福清这里呢 我唱这首歌 我不知道他听不听得到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才懂得这首歌里边的意义和我里边的感觉 父亲的月亮 远又无缘 高高的挂在福建的天边 我看着月亮 想着你的脸 还要跃几重山 才会到你身边 走不完的路上 输不完的孤单 一层一层山湾 就像你的背弯 愿那黄色月亮 温暖你的脸 等那月儿弯弯 我回到你身边